所以前辈高僧大德的传记里面经常看 度母确实是非常灵得本尊 我经常想你看阿底峡尊者 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讲了没有 阿底峡尊者从传记当中好几处都是 前世度母对他进行收集的 比如说第一个他出家 本来是他马上要当王位他是个太子 是萨华尔格瓦尊的太子非常了不起的 不是 那个是寂天菩萨 那个是阿底峡尊者他也是彭嘎拉 我们前代是巴基斯坦那边的 然后他准备当王位的时候 后来度母受集让他出家 然后他去进行出家 后来他第一个是出家方面度母受集 他就设起了王位出家这是第一个 第二次他在印度金刚座 他就修很多法有时候是转绕 有时候是辩论等等行持很多的善法 但后来度母的像 包括现在正觉他印度金刚座 你们超白过印度金刚座的人都会发现 都在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度母像 因为阿底峡尊者当时在这边转绕的时候 他先用美女 用鸟雀 这是我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 这个公 还有乞丐 老妇人等等有对话的方式 对阿底峡尊者说 并且是在拯救他上面的石头的像 开始头往外看着然后开始对他收集 说是你真正想从因地到果地 要从菩萨道到佛地一定要修持菩提心 反反复复地度母的化身给他不断地劝情 最后才完全明白菩提心的重要性 然后前行万苦到了金主上师那里 十二年 一直十二年 后来相续当中真正生起菩提心而会引渡 然后过来以后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问那个度母去不去藏地 如果去藏地他当时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有没有利益众生的 第二个是因为当时在前红和后红时期的交界时候 藏王反反复复地引起阿底峡尊者好多次 天天地派人来迎亲他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答应 后来他就问度母 我如果去的话能不能满足藏王的愿 第一个是能不能利益藏地为主的众生 第二个是能不能满足藏王的愿 第三个看我的寿命怎么样 然后度母一个一个地跟他收集 说你去了的话利益众生 说话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对众生是有利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藏王一定会非常欢喜的 而且他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弘扬大乘佛法 把后红时期真正成为佛国有这样的目的 这个也是能实现的 但是唯一的最后一个你的寿命 本来可以活92岁 然后你如果藏地弘扬佛法会减少七十二岁 就是二十年 之后阿底峡尊者按照度母的授记 然后因为舍弃自己长寿来到藏地 来到藏地的时候也是当时主母也授记 说是你到了藏地以后有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弟子 叫中东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摄索 包括东东巴来的前一天的晚上 度母也给阿底峡尊者授记 说是明天有一个居士身份的中东巴来拜见你 你要摄索 第二天阿底峡尊者一直等等等等 等了下午的时候没有来 他心里面说是不是度母开始骗我了 这次怎么还没有来 一直这样 后来刚好有一个人请阿底峡尊者去应供 然后应供的时候他还心里面惦记着 说我可能来一个弟子我只吃一瓣 一瓣留给他但后来好像没有来 最后他很失望地回来了回来的路上 中东巴也是到处在打听阿底峡尊者 因为他们是生生世世的有缘者 互相听到名字的时候 生起无比的恭敬心然后中东巴到处都打听打听 结果在路上碰到了 所以度母的手机一般都是不会错的 也不会骗人的 还有阿底峡尊者不是在藏地每天都是坐叉叉 坐叉叉也是度母有关系的 因为他在拉兰多斯当酒茶室 当官家 当官家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梅芝吧 在汉文里面叫刺士大士 刺士大士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 他为了供护法和供苦行母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开始喝酒 结果阿底峡尊者官家发现了 然后马上在僧众当中宣布开除 宣布开除的时候 此时大士没有经过门直接从墙壁上传行而离开了 离开以后阿底峡尊者特别后悔问度母 看怎么办 我就开除一个大菩萨 这次当官家很不成功 开除一个大菩萨怎么办 阿底峡尊者跟他说第一个你去到藏地去 因为藏地是当时朗达玛灭伏 佛教特别的水败 所以你在这样遍地的地方重新燃上佛法的名灯 有非常大的功德这是对你忏悔的一个机会 还有你每天都是要做一个小佛塔 叉叉 这个叉叉每天都是七七四十九尊 所以阿底峡尊者的有生质量当中 到了藏地的时候我们前行里面有 他每天都是用图做四十多个叉叉 别的弟子问他阿底峡尊者我们来做吗 他就说我是为了自己忏悔 为了自己积累资粮 那么我的饭是不是你们吃了 要吃啊 所以不肯别人代替 这也是跟一个是阿底峡尊者当官家 当时得罪菩萨有原因的 还有他为了忏悔这一点 美知八十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官家开除人的时候要看清楚 他是不是菩萨 如果菩萨要特殊开许喝酒也好 他做什么都可以 但非菩萨直接按照僧众的要求 跟这个积累来执行 所以我刚才不知道讲到什么 意思就是说学度母 整个三界当中他是完全圣佛的 我们以前《寄天菩萨传》的传记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吧 当时寄天菩萨是第二天要上国王的位置 然后晚上的时候 按照印度佛教师的观点 也是这样讲的 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蒙到了 这个 怎么说的 好像给他 度母用吻水来开始给他沐浴 沐浴的时候他说这个水好烫 很难受 度母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的水不算特别烫 应该这个水不算特别烫 但是你明天以后如果真的上了国王 上了国王你造的恶业 下一辈子堕地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水比海塘 最好你不要当国王 应该你到北方的班嘎达城市 还是什么 我忘了 那个城市去一直文殊菩萨的话 你会有成就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他不愿意接受王子的灌顶 不愿意王子的王权灌顶 然后舍弃妄为到那里去医治善知识 好像有一个文殊菩萨给他收集说 你跟我不能坐在一个法座上 好像有两种不同的历史吧 但是大多数按照印度佛教诗里面所讲的一样 度母对寂天菩萨收集说到那里去舍弃妄为 所以世间的这些大德们 都对度母有很大的因缘和缘起 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道理 但是这些道理 我还要打开 你是不是这么说 这些道理 不是这么说的 是做一样的 现在是对我来相对